中途的路線家 就愛給你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朋友和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聽收看我們的《桃色新聞》 今天有秀真菇 蘑菇 我是愛谷 姑姑姑 我們三姑呢 要來 我們這次的婚姻很好耶 你幹嘛要害羞 我們已經熟練了 我覺得尺度很高 尺度很高嗎 是尺 是可尺的尺 各位 真的 講到那個暑假已經放了嘛 有人就很壞 我就看那個網路上就有人說 就是那個鬼門關開了 意思就是說小孩都跑出來了 你知道真的家長崩潰 我又安排 我就是很對不起我的小孩 因為我的秀做完 剛好是 本來他們是提早放暑假 他們可以去大阪特玩 可是為了配合我的秀 就大家都很緊繃 然後結果等到 我629做完 可以帶他們開始去玩的時候 是大家在放暑假的時候 他們去玩了一個 那個獵人的密室逃脫 在送菸 這麼好 對 然後我們不玩都不知道 那個票你訂的時候 你就要訂場次了 我們只訂票 結果我們本來一點多到 不好意思一點半全滿 然後我們只能排到四點半的 然後四點半進去 還要再玩一個多一個半小時 所以媽媽就從外面 就是一直等一直等就對了 然後他們 然後我是不曉得我兒子訂票 有沒有注意到就是 人家有人數限制 所以我們是去四個小孩 結果他是三個一組 我說那怎麼辦 結果是我女兒跟他自己的同學 其實是四個人都是朋友 然後我兒子果然是一人 就跑去跟兩個不認識的姐姐一組 好強喔 然後我就覺得 我說啊小龍辛苦你 然後他說不會啊 然後我女兒又說 他一直跟那兩個女兒聊天 女兒就很害羞躲到角落 我說你們不是要一起破關嗎 自己在那邊害羞 所以很好玩 我覺得就是小孩現在的社交 跟我們想的完全不一樣 那這樣你幹嘛說什麼 你對不起你的小孩 不是因為前面都 他們只能在家裡啊或幹嘛 因為媽媽很忙然後又很緊繃 然後我女兒又跟我 他們不是都可以自己找樂子玩 沒有我女兒要跟我一起上台 所以他也在緊繃 他也要去彩排 他有那一段 有然後我們兩個又 其實總彩那一天 我們其實都狀況不好 我感冒又傳染給他 所以就一直在壓力中 然後好不容易我說 終於可以放假 結果小龍回新加坡了 因為他2號就開學 所以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麼早開學啊 他們是quarter制 就是一年分成四個學期 所以他們的假 就是最多是一個月的 但是他們也常放那種 一兩個禮拜的假 對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就總天數大概放一樣 但是就是你不會一次放兩個月 那因為他新加坡 他會要顧到很多宗教 就說你就算是你是華人的春節 他不會給你放到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他大概就一個禮拜 因為他也要顧其他宗教 印度教啊 回教啊 他們這麼多教 對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 我就覺得 很對不起小孩 不好意思 但是沒關係 他們反正就一直在打電動 那當然今天這個 自得其樂比較重要啦 是 今天秀珍顧要介紹這個 好像不適合小孩子嗎 有一點 太殘忍嗎 一點點沒有那麼射小 因為這個作品其實 他在漫畫呢 也才四本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看漫畫 其實還蠻快就消耗完畢 這個片 這個就是即將在七月 在Disney Plus上面 上架的這個作品 叫做七夕之國 那因為這個原本的漫畫家 就是閻明君了 閻明君之前花那個寄生獸 所以應該也不會真的太溫暖 對 寄生獸應該大家就很熟悉了嘛 寄生獸除了有日本的兩部電影 然後也出了韓國的影集了 韓國的影集其實蠻好蠻精彩的 對 因為他是用了季生獸的概念 自己完全發展一個新的一個獨立的 他就把男主角換成女生來演 原本那個日本的漫畫是男主 對啦 對啦 差不多是這樣子沒有錯 然後這個七夕之國呢 老實說這個劇名呢 其實是有一點讓人家猜不透到底是什麼 對啊 聽起來浪漫耶 對啊 七夕耶 呃 他的故事設定在一個村 從古代到現代 然後有一個算是那種村落的守護者的 一群守護這個村落這個地方 他不希望人家開發 然後這故事有點先 恆慣了現代跟古代 然後第一集的前面大概幾分鐘 一定會讓大家大吃一驚 哦 因為 到底是什麼是神怪還是愛情 情意 應該是 喔 這好 恐怖 嗯 好 有點難定義他 就是他就算推理 他算推理的 推理之後有沒有 所以一點都不浪漫 呃 一點點的很微薄的浪漫 基本上算是推理跟精壽 因為他裡面的男主角呢 就是一個說他參加那種超能力開發社 哦 OK 社團 然後他說 他的能力就是 他可以看著 比如說他看著 看著一個紙板 然後上面畫個叉叉 對 那就 啊 砰 然後那個紙板呢 就畫叉叉中間那個圓圈 那個交叉的地方 他就被他貫穿一個小洞 砰 貫穿 我以為可以把叉叉變圓圈 沒有 沒有 他覺得他能力很薄弱 然後這時候時光回溯一下 然後到可能百年前吧 百年前左右 他祖先 對 他講了他祖先的故事 然後祖先就是因為有外 有外 那個祖先呢 算是在服務這一個山頭 這一個區塊的一個 類似像貴族 哦 但這個貴族上面有祖君 祖公這些人 那祖公這些人 他們決定要用這些地方 要重新改這個地方 然後說我們要重新弄這個地方 那祖君呢 下面有一個城市 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他就跟他說祖君啊 你千千萬萬不要動到 這個區域的任何開發的面 千萬不要做 因為這個區域的人 他們很守護這整個區域 千萬不要動 那祖君說 這整塊都是我的領土 我想怎麼做 都可以動 結果呢 他就說 你不聽是不是 那我為了貫徹我的意志 我決定把你的向上人頭 斬下來 送回去到這個原本的地方去 看這些人敢不敢造次 結果送到這個地方來之後 他們當地的小小貴族裡面 的一個頭 就看到這個 送回一顆頭 就決定說 我們要向我們的祖君宣戰 這就是示威啊 對方先示威 就大家跟七夕有什麼關係 這就要看到後面才知道 要看到後面才知道 因為這是前面第一集 我跟你講 那一段你真的會驚呆了 驚呆啦 我聽到現在都驚呆了 沒有 那祖君呢 就率了2000多兵馬 要來打這個陣 結果呢 他們就先去問 前面的那些使者說 他們準備怎麼樣 他們要跟我們2000大軍怎麼交戰 包括祖君 他們好像只有幾十個人 而且看起來大家在參加慶典 完全沒有要跟我們對戰的意思 就祖君說 好 不保當一回事 既然是這樣 對沒錯 你不保當一回事 我們2000軍馬 就把這個小鎮的這些人 全部滅了 結果這個貴族 這一群世家裡面 這群世家 貴族世家 你是想這樣講 差不多世家 不是那個世家 他們就決定說 好 我們來對抗這個2000大軍 就在幾個人這樣圍在一起 然後就手這樣 好像要準備要發射個氣功什麼的 瞬間呢 一聽到 然後這些全部的軍隊的人 都看到一個亮光 我跟你講 那畫面真的不可思議 死的死 傷的傷 大家都中間一個洞 軍隊的人全部變空心了 2000多人瞬間被秒殺 真的是被秒殺 就輸給幾十個人就對了 幾十個還老弱 因為他們用神力 他們用特殊的語言 是不是未來人啊 今天我們再聽一個故事 我還是沒聽到跟那個提莫有什麼關係 跟七夕真的是很後面才有一點關係 我要浪漫的七夕 真的是很後面才會記得 而且因為我不知道他怎麼改 就是政治鬥爭 然後 但是接下來就是 因為他惹到一群不該惹的人 一共十幾啦 你可以說在這一個地方居住這一群家族 這一群家族他們都有這個 他們那 特殊能力 特殊能力 對 然後就 守護這片土地嘛 那因為在這個預告片裡面 大家稍微可以看 他有一點點端倪出 有一點點畫面給大家看 可是你光看第一集 那個前面那個 幾千個人被 應該不到十個人 團滅的那個過程啊 就要 我跟你講 我那看的時候想說 哇這個特殊化妝跟美術道具到底怎麼做的 所以他是什麼時候會上呢 七月四號 他大概是七夕的時候上吧 沒有七夕好像是八月 因為他上十集啊 他會慢慢上啊 對 他上到第十集剛好到八月八號 對 我跟你講喔 那個畫面真的是很驚悚 然後他後面又 很血腥 其實有一點 但是對於我們覺得喜歡看 獵奇推理的 我喜歡 你就覺得說哇 欸我要怎麼樣 比如說我現在要在你身上挖一個洞 我要怎麼做出 比如說你要我要做個假人 我做你的一個假人 中空 而且我切得很平整 他裡面就有一段 就你整個人要中空 但是你同時又還活著要有表情之類的這樣子對不對 都有 因為還沒死嘛 都有 對前面有一段就是他們去回去調查這個村落為什麼會發生獵奇的死亡案件啊 然後那個死的超級 應該說好 領便當 領得很 很令你發寒 你是不是有看到猴頭鍋的皺眉啊 就突然變領便當 我們現在尺度會很糟糕嗎 但是請問一下他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第一個他要回去來解答這個家族有什麼秘密 你們這些家族為什麼他們這個姓氏 他們都有這個姓的這一派的人 他們為什麼有這個能力 那這個能力就帶來什麼樣的詛咒 那因為觀眾在隨著他開發在看這個角色的過程裡面 你知道這個幾百年來這個家族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因為這個學生他就是回到這個自己的故鄉去尋找自己的老師 他老師就跟他一樣的姓氏有這個相同的血緣 所以因為老師失蹤了 所以他們是依循的另外一個老師回來調查的過程當中 這個主角也被開發他真正的能力 嗯 對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請問你們相信人有超能力嗎 我相信 我也相信 你在講那個變魔術嗎 不是 因為像好像 聽說像台大也很多年前就已經在研究人的超自然能力 有啊就像我們在講那個什麼氣功一樣的道理啊 氣功不就也是某種我們感覺上像是超能力嗎 然後有很多宇宙間我們還沒有辦法解碼的能量 比如說就是說你說你看不到你不相信那是因為你 你眼睛的限制不是不是不是代表他不存在 感受不到 然後最近又有一個新聞就說有未來人耶 哦 未來人的議題其實在這幾年在社群上一直有一些討論啊 嗯 對啊啊真真假假有一些很接近 那有一些其實又又不太不太正確就把它 我認為先把這些當成是一個有趣的創作也也沒有不好啊 嗯 但是我覺得像那種超能力的話就是說他我個人認為是這樣就是說 嗯有些人是覺得訓練或開發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每一個領域的專家 他就有會有一個超能力就是超前你的邏輯判斷的能力 我就你們剛剛在講說超能力我就想到我自己的體驗 因為我有一陣子就是顏面神經失調 嗯 然後除了看西醫之外 你什麼都有耶 你還有暈眩 你還有棒 還有那個韌帶重建 對 你的超能力是受傷嗎 還有PRP 對 你的超能力是受傷 不是 我的超能力是膝關節 我的超能力是每次來電台都下雨 哈哈哈哈 然後那陣子就是除了西醫之外就有人建議我看中醫針灸嘛 嗯 欸中醫針灸真的是有差別 因為我有去給一個醫生針灸的時候 嗯 他的針一下到我的臉 我真的有感受到一股氣 嗯 在流動 有這個我有聽說 有的師傅如果自己是練氣功的話 還有他敢下的針的深度 對 跟穴位的準度 那個是有差別的 因為下一次被別人下那個針就完全無感 嗯 因為他就是把他的遠紅外線 走開啦 而氣功就這樣子啊 哈哈哈哈 但是像剛剛你介紹這個七夕之國 他是閻明君的作品嘛 嗯 嗯 然後他說 呃大概比較知名 有知名度我們講過的寄生獸七夕之國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歷史之眼 啊這個我沒有看 嗯 他說七夕之國是比較特殊的 他說是夾在寄生獸跟歷史之眼中間 嗯 然後他野心不大能做一份 呃一部安安分分的歷史推理小說 便已知足 但因為七夕之國實在是一個蠻特別的題材啊 所以呃 但是因為我不想要怎麼改 因為畢竟他的單行本才四本而已 嗯 有興趣的聽眾朋友可以先去把那四本看完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天啊 你這個影像化拍到這種程度 我真的覺得 很厲害 我真的覺得那個道具組是怎麼做這些素材 超厲害 而且他四本延伸出十集的劇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四集可以做十集差不多 因為我在想他的風格是很重要 就是說他是一種暴力跟安逸的奇妙組合 這是我在網路上找到的文章 他說 確實啊 時而暴力血腥 時而安穩泰然 其中情境轉換的拿捏 過於精準 近乎冷酷 是超冷酷 他真的是發射出一個很像 像個像櫃派器一樣 那圓圓的東西說 就慢慢的 然後到你身邊說 一聲 你就中了 怎麼中而已 你這整個頭 這一整塊就被挖掉 哎呦好痛喔 對啊 就被挖掉 你就可以看到他被切得非常平整 我想說到底怎麼做的 他為什麼 他的作品裡面 其實像寄生獸也是啊 他也是就是一直在改變人的那個形象 或者是說你被寄生之後 你就空洞 你被控制 那可是 他每次畫出來 那個從頭這樣 啪啪變三塊 就很奇怪啊 對 然後或是一個那種鐵錶長在手上 什麼這樣 就會覺得 所以他的作品的 的繪畫的風格 其實是沒有那麼主流 大家 我們老實說 以漫畫迷來講 他的作品 向來不是非常核心的主流 你看光奇之國的漫畫 都沒有Wikipedia 你就知道其實相對是非常冷門的一個題材 但是這一次的一個拍攝 我就覺得說哎呦 他完全有呈現出那種90年代那種影像顆粒子 比較大的這種東西 然後推理跟那種奇怪的靈異的血腥 我都覺得這個應該是可以滿足一些想要看特別題材的聽眾朋友們 可是很奇怪是有人分析他的作品說 閻明君之所以能感動人 秘訣只有兩個字 真誠 真誠的把人弄得中空 對 真誠的去 就是讓大家去面對那種 看寄生獸的時候 就看那個主角面對媽媽 也變成寄生獸那一段母子之情 我是真的有被打動的 覺得說天啊 我居然有一天 要把 撫養我 愛我的母親 我必須要殺死他 然後母親也在那一刻流露出要呵護自己小孩的心 說你唯有把我把我處理掉 你才能夠活下來 我寧願死掉 我也我也不能傷害我的小孩 其那一段的故事 你說好 我就呼籲你的真誠 那段我看電影版的時候我就哭了 嗯 對啊 好 呃今天我們三姑呢 最後五分鐘我要介紹一個愛情浪漫喜劇 欸我要問一下蘑菇你喜歡看這種類型嗎 哪種類型 愛情浪漫 沒關係沒有我們這邊是那個養老學 是因為那個有愛情浪漫喜劇有分很多種 就有些還是需要用電腦的 我我我這次看到這一部的時候我那時候想要不要點進去 因為他是就是那個什麼林賽羅涵 因為他小時候有很多很厲害的電影 可愛的 那他現在老實說就是會有一點點中年婦女的感覺 然後又要拍浪漫喜劇 而且他聲音變得好癢 他一直他很早就這樣子 對然後我就要想說到底好不好看 那因為男主角還算帥 誰誰誰誰 叫做愛德史皮樂你應該也不知道是誰啦 就是那個型我還蠻喜歡我想說看一下 那我覺得我現在記憶有點模糊但是觀看的經過是開心的 然後他有一點就是不是老的梗 就是他裡面不會老套 對他有一些還蠻就是顛覆你原來的想法 大概是什麼怎麼認識什麼之類的 你嗯他怎麼認識的他在機場 他他拿那個男的行李箱 那男說這我的這我的 我好像有看到預告 其實相關拿錯也算是穿你厲害 有有長的一樣 長一樣 如果你沒有貼貼紙或什麼的話是有可能的 都會貼貼紙或是綁綁 對啊像有些人很會綁 還有人會去訂做他自己照片的一塊布 然後照在箱子外面 或者是自己的狗狗 對 把自己照片放在行李箱外面 當一個套子 太自戀了 尺度很高吧 對啊這樣你就根本不會去拿 如果有人要亂拿行李箱的話 而且會有吸關節的 把自己的臉印在行李箱上 這真的是醫人啊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就覺得說欸就是好不好看一下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會想討論 就是我問了那個 修正姑說casting其實蠻重要的 你說兩個人終於有沒有火花是第二部 有沒有CP感 第一部有沒有吸引人 這個也很重要 比如說像你看過比如說像什麼海岸春 恰恰恰你應該覺得不錯吧 是對不對 有CP感兩個人搭配也不錯 外星人登對 可是你知道有時候casting這種事情喔 也不全然是那個選角指導說了算 大家還記得其實最知名的一個選角其實是當年的凱特溫斯雷 跟小李子 因為那個時候是他們先訂了凱特溫斯雷 然後凱特溫斯雷那時候決定說他覺得應該找李奧納多來演 可是那個時候其實第一時間之內 那個柯馬友他們的選角指導是沒有那麼喜歡要讓李奧納多來演 就是溫斯雷就是威脅導演說你一定要找他來 好結果那個真的 柯馬友真的找小李子來了 結果小李子直接跟大導演說 啊我不做試鏡的那個演出 Oh my god 結果柯馬友說那你就不要來了 嗯 結果Leo就說哈你真的真的真的不要來嗎 他說對啊我籌備那麼久幾個億的製作 如果你跟Kate真的不好的話 那我的是幾億是我泡湯不是你泡湯好嗎 對啊所以這樣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Leo才真的演了一段給詹姆斯看 然後他看完說 才過了 喔好才過 而且最好就是那時候Leo來Casting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第一時間Kamell覺得說 應該可能可以是他 因為連他來Casting的時候 他們說那個房間裡面 連會計的財務通通都來了 想說怎樣這不是Casting而已嗎 可是我有個疑問 那時候女主角就已經這麼有影響力 她可以說我要誰喔 所以Kamell其實不想要聽她的話 但是因為她想要尊重Kate的一個需求 所以她還是把Leo叫來Casting啊 怎麼那麼巧 我今天居然在臉書上看到 有一個人評論這部電影 他不是真的評論 評論Titanic 對他就說 這個老太太死前 都沒有想到她的家人跟小孩 她只想念曾經在一個旅程中 上了她的流浪汗 討不討厭 她把這麼浪漫的故事這樣解讀 毀了我們的鐵達尼 但是她這樣講好像也是對的 就是遺憾嘛 人生這種遺憾就跑馬燈 雖然你在瘋頭笑的時候 根本沒有跑馬燈 這個東西從台天演完之後 就有人說 那塊木板冰冰冰 那就可以上去 用挪一下位置就可以上去 好啦 那我們其實本來我要講的是 Irish Wish這樣子 但是我就是搶到CP感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部電影 林善羅韓演的 因為我覺得它裡面有一些梗 都突破了以往的那些老梗 然後可以看一下 然後有一些蠻逗趣的表演 就是好像你一下會覺得說 他們現在應該要在一起 就故意這趟車出去就沒有 又被破壞了 那所以你是覺得他們有CP感的嗎 算有算有 然後他的男二是一個非常 非常俊美的 好像叫亞利山大什麼 維拉赫斯之類的 就是他的男二也是別的片的 男主的那種 所以還算可以看這樣子 推薦給大家囉 謝謝大家收聽收看 拜拜 啊